大家好 说一下今天关注的新闻 前两天的游戏圈 有一个曲纹 是一个女权师 或者叫 非常支持多元文化LGBT的这么一个 进步主义女编辑吧 我们叫女权师不太合理 因为国外女权师和国内女权师还不太一样 这么一个进步主义的妹子呢 她却被人发现成为了一个福利机 请到我们来看一下 这块援引自风闻社区的这么一个文章 说自从董王大选获胜后 大阳彼岸对极端多元文化的清算就没有停过 尽管还没有具体政策实行 但资本的反应却非常快 这张配图也是叫LGBT 但是它的翻译不太一样 比如说L 他说这个Liberty就是讲自由 然后G是杠和枪 然后B是贝尔啤酒 T川普 就是我们美国老保右派人士的LGBT 说董王上台之后 有很多公司有终止合作 有劝退员工 还有通知不再涉足LGBT话题领域的 说像知名的咨询公司 叫鲍贝尔集团 就在特朗普获胜前夕 移除了与SBI这个机构的合作信息 当时距离官宣合作还不到4天 当然他们没有直接公开说 这是被网友们发现的 SBI这个机构的合作信息没了 这块稍微科普一下 什么是SBI SBI游戏圈里边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公司 它是干嘛呢 原名叫做Sweet Baby 叫甜蜜宝贝 它干嘛呢 专门派一些咨询贡问 去入住你的游戏的工作室 然后给你谈合作 谈什么合作呢 就是让你的游戏 看起来更加的多元化 更加正式正确 比如说他发现你的游戏里边 全是白人 那不合理 你必须添加黑人角色 如果说你里边这个女性角色过于性感 但是也不合理 太美咋了 应该把这个妹子呢 都得胸再小一点 屁股再平一点 最后来个胖大妈 这就是我们照顾了很多肥胖人士的这个情绪 这的话呢 你的这个游戏就更加的多元化 能照顾到各个阶层 什么残障啊 肥胖啊 不同种族啊 各种这个性取向的人物 这的话呢 你在全世界就能更加这个光谱啊 更广泛 有很多这个企业啊什么的 他会愿意跟你合作啊 你能获得更多的利润 你看之前国内非常知名的这个游戏啊 黑色化武功爆火嘛 特别抱着来过这个SBI这个公司呢 曾经啊 要跟他谈合作啊 简单来说呢 他其实有点类似于啊 这个你交保护费 为什么呢 如果你不愿谈合作 他甚至可能会给你泼脏水 污蔑你 他会有很多影响力嘛 他会拢了很多游戏行业的编辑 我说评测人士 告诉他们 因为呢 他非常的政治不正确 他就可以带节奏 让很多这个评测机构呢 给这款游戏泼脏水 所以导致当时黑色化武功啊 就因为这个事儿 跟SBI这个机构 还有相关的一些媒体杂志 就打过交道 但是很多黑色化武功的玩家呢 纷纷支援这个黑猴这游戏啊 就是游戏科学 认为在这件事上面 我们不能低头啊 不能让这个SBI这种机构 还有多元文化 LGP等等这种元素啊 侵入到我们中国的游戏工作室里头 其实类似的这种事情 其实很多啊 包括另外同样 非常的影响力很大的元神 元神游戏呢 之前啊 有很多角色 他穿的这个 比如抹胸什么的 是非常的性感的啊 裙子呢 可能也会相对更短一些 但是呢 经过很多 各派人士的不断努力吧 当然这块 可能也不能说全是SBI 这种公司的锅 也有这么国内审查的一些原因 他要求你什么呢 如果你把这个裙子改的越来越长 胸杖呢 布料添加一些 都好把乳沟给遮起来 当然理由什么呢 人没有解释 可以说是有伤化 但是很多玩家发现呢 有的角色在国内版本 他就是 这个胸给遮上了 但是玩国际服 那胸 这个乳沟还是能看到的 所以从这来看呢 像这类改动啊 是国内的国 不能怪国外 但是 很多的这种正常正确 它是在潜移默化的 影响玩家和消费群体的 比如说SBI 这种机构一旦做大 大家会要求 所有的这种游戏 都尽可能按照他们的这个审美 他们的要求去改造 那可能慢慢就导致 很多游戏的开发的人员 美术人员 媒体编辑 甚至玩家 他们都默认接受了 OK 我们就应该把胸给遮上 里边放上大胖子 这人物绝对不能性感 必须丑 各种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白的 黑的绿的黄的 反正都得有 性取向呢 也得有一百种 他们反过来 就会看原神这类的 比较性感的不太爽 你怎么这么性感呀 对吧 完全不符合我们现在 主流的多元文化审美 我们是不是举报他一下 一举报 得了 那我也改吧 所以养了一堆 这种水军嘛 自来水 就是SBI这种公司的可恶之处啊 然后往后看 然后这次呢 我们说的这个妹子 叫艾丽莎 应该是艾丽莎 就听得想是一个 意大利的名字啊 他之前呢 是一个媒体 叫做Kotaku 一个高级编辑记者 也是作家 近日宣布呢 从他们这个公司的离职了 就是中间这个妹子啊 可能说嘛 国内玩家估计认识人比较少 但是对于美国玩家来说呢 这姐妹太眼熟了啊 这两年 但凡是有点出名的这种 性别政治争议的这种事啊 他几乎存在第一线啊 说成名战啊 就是他为SBI公司写的洗涤文 后边就大概介绍了一下 什么SBI 他是一个专门为游戏开发 提供政治正确 内容方向指导的咨询机构 不少人呢 是因为其向黑深化 索要700万美元 而才知道这个组织 而这个公司呢 是2018年就成立了啊 很多这个 就是你看你觉得非常丑啊 最后呢 其实都有SBI这个公司的身影啊 他们就负责让你觉得 不太符合主流审美 当然你说丑也说不上 只能说不是那么好看 就过于一般啊 但是一般就是一种多元化呀 甚至再丑一点 就更好了啊 你看之前 暴毙那款游戏 新名特工 其实类似是一样的 各种是娃娃脸岛啊 稀稀古怪的 背后呢 都是有这类组织的相关身影 而这个 Elisa 他撰写的文章中呢 他表示啊 撑到了 受到了这个极优异分子网报 然后他还洗地啊 说我们SBI公司呢 根本就没有啊 当然他自己 那会不是SBI的 他是洗这个SBI这个公司 说你说SBI的公司 他根本就没有指导游戏 加入所谓的 政治正确内容 就是后来呢 他的推车平台呢 被玩家给喷到自闭了 关了 他说除此之外 他的黑料政绩啊 数不胜数 比如说日本玩家 非常抗议嘛 说思考信条影 这游戏呢 缺乏一些 就是说 就跟历史相符的一些东西 被日本玩家 人为辱日了 辱日本了 然后就被他呢 这个Elisa 给扣了个帽子 叫种族主义 所以说开玩笑 说白人指责 亚洲人种族主义 变贼羊尾巴的少了 但是看还是会看的啊 就是思考信条影 这游戏 为什么说 这个日本人非常不爽呢 就是他的游戏里边的一个角色 主角是个黑人 发生在 日本的战国时代 战国时代呢 当时有很多这个大明 相当于咱们过去的 相当于什么呢 你理解成吧 咱们三国时代的 比如魏蜀 大家这个各个大明 咱们这儿呢 可能就是一方诸侯 互相征战四方 因为日本人分封制嘛 他们有天皇 但实际管事叫什么呢 实际管事叫幕府将军 但是他并不是天皇 他只是实质上的最高统治者 有点类似于咱们这个 像什么 像这个宰相 那个大臣 他的权力比皇帝高 皇帝的只是一个象征 就有点类似于 咱们现在这种君主立宪制嘛 其中有个最有影响力的 这么一个大明 他叫一个知天信长 基本上呢 对比咱们这儿操操 你看你去网上去搜理会吧 就是这个肖像 他基本上 大家很多都会把他 描述跟操操长差不多 一代肖雄 这么个身份 知天信长这个人呢 他是一个比较怎么讲 就是愿意去接受 各种各样的新文化 多元文化这么个人 像日本那会儿是 是冷兵器 什么枪啊 这个竹枪啊 什么竹公啊 就是竹竹此类吧 但是他就敢引进这个火枪 日本叫火神枪 那咱们中国很叫鸟冲啊 然后以这个开辟战法 用这新式的战术 打出一个新天地 甚至一度呢 会成为这个日本的霸者 成为新的幕府将军 但是后来他这个 不幸遇难了 在这期间呢 有一个传奇人物 叫迷柱啊 就是这回的主角 他是这个知天信长呢 去应该买来 或是反正 或者叫招募嘛 都可以啊 这么一个 名叫什么呀 其实后来他成为了 一个正式的武将啊 他更多时候 被人当成一个护卫啊 为什么呢 就是日本大名有个习惯 他喜欢找一些呢 看着这块就很爽 这种角色 帮你扛旗子啊 拿各种各样这种装备啊 所以日本人像黑人啊 那总是身强力壮 个儿高嘛 就是知天信长 就把这个迷柱 当为了自己的一个亲信 所以后来知天信长呢 因为被人背叛了啊 在本能寺之变 这个实验里呢 被烧死了 就传说是被烧死了啊 迷柱 当时呢 据说也是被烧死了啊 总之很有纯性的一个人物嘛 你想一个日本黑人 早在咱们明朝啊 就那会儿就已经登陆日本了啊 而且成为了 最有影响力的大名的 咱们一个一个下属 所以呢 玉璧这边就做了 四个信条 有这游戏 他做主角 但日本就会说 啊 那你里边还对我们日本人里边 就是13喝6的 要5喝6的对不对 跟历史不符嘛 因为他地位并没有那么高 行吧 大家这么个事啊 日本人可能也说 呃 迷柱这个角色呢 在历史上并没有那么重要 而且他确实没有 详细的始料 说知天信长 最后呢 把迷柱当成武士了 因为武士呢 比如说不是随便会有的 他得给你测封啊 你想之前那个美剧幕府将军 呃 里边的那个 您是个英国人吧 我记着啊 那个主角呢 反正后来被四门吧 原本怎么让我忘了啊 都叫暗珍 暗珍就是相当于 这个导航员这个角色啊 好歹应该 上面叫三复暗珍 他是立了很多功啊 他是 确实立了很多功绩 最后给封为了赤齐 哎 是要赤齐吧 我忘了啊 钱藏云 嗯 独成家康啊 身边的这种禁卫 这种角色啊 他是有实际的封地和俸禄的 但是你像这个 迷柱 他确实只是一个护卫啊 他不能 严格来说不能算武士 因为这个事呢 就和这个 安丽莎 安丽莎呢 所以老说那个 中国人开不起玩笑 玩不起十股主义 嗯 发现日本人也玩不起 对吧 那东亚都差不多啊 就是你至少你不能改那么离谱 差不多得了啊 因为你要去按照业内话说呢 这叫什么文化 文化挪用啊 你不能说啊 日本的文化 里面加个黑人 然后你就直接啊 好像一套叙事方式 就是日本的历史被我们这个黑人同胞 影响了 改变了 对吧 那这是不是文化挪用啊 当然是了 这阿里莎当年的还成名战 是什么呢 他对于韩国的这个游戏啊 啊 剑星啊 当时这个妹子呢 你看留下一个这个非常 呃 空气流好 是吧 很可爱的妹子啊 前途后翘的 穿上交衣啊 这是非常符合我所喜欢的 对魔人系列的风格 像特别喜欢对魔人的这个八经子啊 女人者啊 就大幅啊 非常帅气啊 然后这个妹子 阿丽莎就评价剑星女主角 因为这是当时男女之间 你发很多矛盾嘛 很多人说啊 你瞧你这个女性角色 前途后翘 是不是那么性感 太刻板印象了 这种男性凝视 他就喷 说这妹子配阿丽莎就说 呃 她们 这是男性啊 或者开发商 说她们希望女人是 女人是游戏中啊 一个沉默的 极度性感的玩偶 这样呢 她们可以在不洗屁股 剪指甲 不表现出任何迷人品质的情况下 冲一发 冲一发就是撸一拐啊 然后这妹子还在直播中啊 怼观众说呢 如果你对这个正确正确啊 有意见 请来跟我打一下 非常坚定的一个捍卫者啊 结果后来呢 她不是公司裁员吗 给她开除了啊 就扬不起了嘛 一之后呢 很多人认为 哎 那就SBI这个公司呢 会不会收留他 是不是 你看这么问你 游戏呐喊 多好啊 是不是 去找工作 应该有吧 为SBI的正确正确 这个事业呢 添砖加瓦 结果后来呢 哎 没多久 刚一周 有网友呢 在这个patreon patreon呢 是一个有点类似于 像only fan 类似这种类似的 它是一个付费的 这么一个 你叫什么 叫平台 你上面的付费 可以买一些色图 像我观众这些 云画师 什么在patreon上面呢 是有这个付费的 还有人呢 就是不可以 哎 秀身材嘛 搁他边 当福利机 这也很多啊 一般要么去only fan 要么去patreon啊 都有 你看有些照片 可以看一下 你看账号 都有啊 是不是 图 你看这也有一些 你看上面是比较正常的 下边你看 能看出一个pul蛋的 还是非常丰满的啊 腿腰这个曲线 还是可以的 每月啊 最便宜 五美都 五美都 他的发文什么呢 说亲爱的朋友们 欢迎来到官方 我他自己的官方patreon啊 自从他离开这个 原公司kutaku 高级编辑职位后呢 他有了一些 自由职业的机会 将继续自由的讨论游戏 媒体以及互联网文化 这也是为什么 他来patreon 先自己的这个官方的网站 他会定期在这发布一些 简短的免费文章 听说这些长篇幅的内容呢 在付费号啊 在这发布 就你想还想看个文章 是吧 我成为一个自由证告人了 你可以付费来看我的这些 媒体的这些东西 然后呢 patreon上面呢 他还没有发 所谓的媒体的文章 他先发了一些呢 非常幸运的照片 他也是懂得运营的啊 知道呢 我得有一些启动的 这些内容 给粉丝一些甜头 于是呢 发了自己的屁股蛋的照片 应该能说 这个臀啊 什么的 这个腰啊 还是非常好看的 所以这张吐槽 嘴上全是生意 嘴上全是主意 心里全是生意啊 所以说 有人会为这张屁股蛋子 就去选择付费 会不会 肯定会 啊 肯定会啊 翻过来说啊 其实我认识很多 这个福利基 他们嘴上呢 怎么说 天天打拳 当然在国内 那不是国外的吧 女群师 天天打拳 你们也知道呢 我过去是这个 cosplay的这个摄影 我曾经被一些妹子 泼了脏水 嗯 他呢 这个说我什么呢 说我去拍他底裤 那天我去当那个后勤 我去反光板 他说拿反光板 拍他底裤了 这种这种谣言 也有人信 那妹子 个儿连一米六都没有 然后呢 确实身材不错啊 但是呢 正经counter啊 都会穿打底裤 你说我一个老摄影 我不知道 你有打底裤吗 我拿我拿反光板 就这透明度 我还喷你底裤 开玩笑啊 为什么讨厌我呢 就是我特别直男 经常说一些女权主义者 仙女白 听她话 他们就老想黑我 后来果然不久啊 那位在推特上面呢 就是现在F平台 就还发布过 贩卖过自己的这个福利基的本子 当然可能没那么 没那么录那么多啊 那他身材好嘛 那个巨主 导致确实应该是有人买 结果后来还有一个福利基呢 叫小鸟匠这个系列 有人发现呢 其中那是真录点了 真录点了 但是他不录脸 你不知道是谁 发现其中有个妹子 就凶上这质啊 什么的 哎 可能跟这个妹子差不多 有人怀疑也是他 但是后来妹子就笑声秘迹了啊 也不是说完全不出现了吧 反正就就是怕被人牵连嘛 然后他就不是不是那么高调了 所以说 就这帮天天打拳的人 像他就喷一管直男啊 谁谁哪个摄影啊 什么渣之类的 什么男明啊 这套全法熟练啊 其实呢 背后里你看 搞不好是个福利基 这事其实特别常见 为什么他们见臭男人见多了 然后觉得说男人都是露逼啊 所以本能的眼男 但是他们会舔另外一部男 就是精英男性啊 有钱长得帅 对吧 对自己好啊 这种他们会自己亲自去舔啊 谁出起钱 是金主 他们自己知道 他们其实是一种社会大日本主义者 看不起露逼男 就是吊丝男啊 什么普新男 他们看不起 他们也是比他们有钱 长得好看 对吧 各方面都捏他们的 他这种木墙心态 这种他们自己也能去舔 所以福利基这帮人啊 其实呢 你看着好特别正常去 其实很世俗 应该说把这个社会看得最透彻的 就是这帮人了 非常的这个气软发育 你比他强 他能把他舔得非常舒服啊 你比他弱 他不然能踩你 还有像我关注一些其他福利基 比如说也知名的叫麻花匠啊 还挺气我那妹子啊 那也是 那过去老全市了 B站直播那会儿还跟人打拳呢 人家上海也有正经工作 但是呢 打拳呼呼成风 但现在你看推特上边S平台 是不是 他这不打拳了 不能说话了 当然那个尺度越来越大 所以很多福利基啊 跟这个打拳是一体一体两面啊 而且人家罗递是自洽的 是不是 我从这些普希男啊 路逼男身上呢 榨取他们的剩余价值 然后呢 我有钱了啊 改造自身 我嫁给一个精英男啊 嫁给好哥哥 你看是不是罗递特别自洽啊 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性解放主义 我是在展示自己的美体啊 美妙的身体 美妙的同体 这本身就是计目主义啊 我们女性主宰自己的身体 是不是 我想给谁看 这是我的自由啊 并不妨言我骂你 但我想呢 花付费每月五刀订阅 她的这个妹子人呢 也是挺贱的啊 一般呢 看着屁股是不是 一般呢 天天听他迅传各种LGP呀 什么多元文化呀 是吧 你不觉得有点拧巴吗 啊 这边难道你露你的屁股 不是一种男性凝视吗 啊 你这方面我不知道他怎么解释的啊 我觉得逻辑上 虽然说 不是说不能完全自洽 但是有些是漏洞的 好吧 今天这个新闻说点 请的话呢 欢迎点赞 收藏订阅 长点推荐 一家三连 谢谢大家